全红蝉的天赋到底有多强 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就力压两位世界冠军逆转夺冠 横空出世惊为天人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小姑娘 这是2020年全国跳水大赛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现场 本次比赛汇集了全国跳水的顶尖选手 他们将在这场比赛中争夺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当时的全红蝉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教练带全红蝉参加比赛的本意也只是让他渐渐失眠 并没有要求他争夺冠军 没有人关注这位平平无奇的小女孩 因为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了市井赛冠军陈玉希和张佳琪的身上 甚至连赛前的采访媒体也忽略掉了全红蝉 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女孩 从这场比赛开始 就会成长为一个令全世界闻风丧胆的跳水大魔王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跳水王者全红蝉的成名之战 首先登场的是北京跳水队的张佳琪 张佳琪的这一跳干净利落 最后裁判给出了81.00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上海跳水队的陈玉希 陈玉希同样发挥稳定 最后拿到了78.00分 随后来自广东队的全红蝉登场 让我们看看他在全国大赛中的第一跳 全红蝉的第一跳得到了76.50分 第一轮结束张佳琪和陈玉希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名 而全红蝉则位于第四名 进入第二轮张佳琪的第二条 这一跳十分漂亮的拿到了91.20的高分 接下来是陈玉希的第二条 这一跳拿到了83.20分 随后是全红蝉的第二条 出色的一跳得到了89.60分 二轮战霸张佳琪依然排名第一 全红蝉反超了陈玉希排名第二 张佳琪的第三条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 最后只得到了56.10分 陈玉希的第三条 他选择626C难度系数3.3 最后得到70.95分 全红蝉的第三条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不得不说全红蝉简直太稳 完美的一跳得到了94.05分 三轮结束全红蝉反超到了第一名 张佳琪的第四条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这一跳得到94.40分 陈玉希的第四条207C难度系数3.3 同样得到了94.05分的高分 全红蝉的第四条 6243D难度系数3.2 最后得到86.40分 这一轮张佳琪陈玉希虽然找回状态 可全红蝉依然稳居第一 接下来就是争夺冠军的最后一条 到底谁才能笑到最后 张佳琪的第五条 5253D难度系数3.2 最后拿到86.40分 陈玉希的第五条 5253D难度系数3.2 最后得到76.80分 全红蝉的第五条同样是5253D 难度系数3.2 当全红蝉再一次稳稳完成这一跳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个13岁的小女孩震惊了 裁判再次给出了91.20分的高分 最后全红蝉以437.75分的总分逆转夺冠 向全世界宣布一个跳水王者即将闪亮登场 让我们为全红蝉鼓掌点赞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